立法院今天開議 韓國瑜昨天 對國民黨的委員有一個訓勉 他說他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頭天晚上都要再想證 第二天要怎麼打架 現在完全改過來了 現在心裡充滿著愛 愛才能化解一切 愛才能化解紛爭 而且他提醒國民黨立委員黨團說 現在中間選民對國民黨是不滿的 要面對這個問題 中間選民對你不滿 所以我們要愛 愛才感動人 所以他看起來完全變了一個人 結果行政院長說 我也是要愛 因為我雖然沒有講愛 但是他說我跟他看法 誠意溝通 這個用意是一樣的 我的誠意 對不對 你的愛 我們這樣一拍即合 所以跟我想法一致 結果講完以後立法院就打起來了 然後藍白就是我們要聯合起來加強監督 然後卓榮泰就說手掌一定要都去 不要是以前有些手掌不來請教什麼 立法院這麼重要的地方當然要去 表示對反應的尊重 現在主要是民眾黨對翁伯仲列席很不滿 所以就NCC違法組委什麼綠媒小弟 認為是要替綠媒護航了 所以綠媒小弟 而且無權質詢 因為主要因為立法院本來NCC組織法 修完以後這些人就應該離開了 但是立法院就你看這個修法 就差了一點 就是說應該說本法修正後立即生效 或是修正公佈以後立即生效 他就是說原來最早的時候 NCC是一個新機構 所以就是說 就算NCC組織法通過以後 你還有籌備什麼 不是那麼快 所以就是說由行政院來決定 什麼時候來適用 結果行政院就抓到這一點 你沒改這一條 所以黃國昌說我們馬上改這一條 公告就適用 但是問題一個法要改 不是那麼快的 到時候不同的黨有不同的意見 什麼冷凍一個月再搞半天 千萬是幾個月以後的事情 所以行政院就抓到這一點 說我就現在還不能適用 這翁伯仲就繼續幹 而且做代理主委 民眾就很氣 他們還去夾擊卓榮泰 去夾擊卓榮泰 卓榮泰還有五個額多 焉耳苦笑 假裝沒盯到 另外就是預算 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藍白聯手退回程序委員會 把他中央政府總預算退回 這很嚴重的事情 另外將來這個NCC考試院大法官人事案 國民黨要組審查小組把關 這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跟你講在歐洲 這個預算是國家政策的數字化 如果像這種預算退回 情同倒閣 這閣都幹不下去的 我們看一下 現在我們休息 新會期剛開始不到五分鐘 民眾黨團秒開戰 舉牌杯葛 而後頭的行政院長朱榮泰 無法施政報告 面帶尷尬笑容 還數度想嗚起耳朵 民眾立委趕緊救駕 但分頭包圍還有隔壁NCC代理主席 跟林一軍舉牌包圍 但只見溫伯中淡定 面無表情 看來這架勢還不夠 馬上來個藍白河 除了坐在位置上拍掌 雙方更是一同高喊口號 瞄準對象非常明確 民進黨立委在出手 一場內就像菜市場 雙方比拼誰音量大 好 剛剛有聽到就是 兩位在討論說 好像民眾黨挑這個議題太小了 我想我來解釋一下 這個題目其實 除了NCC主委之外 事實上牽涉到 這個政府是否守法的問題 因為行政院 在這個7月16號 上個會期三讀通過了 NCC組織法修法之後 拒絕公告施行 他們的理由是說 因為這個組織法 他們希望等到新的人士 審查通過了之後 再來公告施行 可是事實上 這已經三讀通過 兩個月了 然後總統也已經公告了 事實上行政院 就可以來公告施行 他們取了一個巧門 就是說好 我可以延後公告 趁機得到了一個緩衝期 趁著這個緩衝期 偷渡像小偷一樣 把這個翁伯宗 把他變成了代理主委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行政團隊 其實是不開大門 不走大路的 所以如果說行政團隊 可以這樣子 執法玩法弄法的話 其實對整個國家的運作 是很糟糕的 另外一個他們不守法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說為什麼會退出 這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其實包含上個會期 一樣通過了 進法補償條例 一樣通過了公糧的補償 往上修 結果他們在新的總預算裡面 通通沒有編 那也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違法的狀態 我們再說 經濟部還有整個台電 每次補貼他們 從2022年的年底到現在 已經補貼了3000億 結果台電的預算 整體的虧損還是高達4000多億 然後現在又要追加預算 追加預算還不夠 114年還要再來補貼他們1000多億 所以說這樣子一直補貼下去 我們看到的是 不只是台電的經營有問題 整體的能源狀況也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政府出了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第一個偷偷摸摸像小偷一樣 明明三讀通過的法律 他不公告施行 第二個比方說像國土計畫法 明明已經通過了 而且是你民進黨推的 到現在說社會溝通沒有做 所以也不用做了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做就擺爛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凸顯 整個議題就是告訴我們 所有的民眾 現在的政府玩法弄法濫權 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 應該要全民來正視才對 天立反應他有兩個戰場 一個是民眾黨去杯葛翁 那是說你沒有資格當委員 當然就沒有資格當主委 那另外一個就是藍白聯手 把這個總預算案退回 那總預算案退回 其實是無黨級的 高精數媒提出來的 他主要是說今年六月三度 通過了原住民保留地 禁法補償條例 每公頃原來補償3萬 提供要補償6萬 可是這樣的話就會增加25億 可是他發覺預算沒增加 預算沒增加 你怎麼可能給人家 你根本不理立法院的法案 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一早 進去到立法院的時候 看到我們一開始 萌萌沒有看清楚 我們說幹嘛當家還在鬧事 那個民進黨幹嘛站在那邊 後來仔細看 不對 是民眾黨 這是民眾黨第一次 在我們立法院的時候是杯葛 所以國民黨今天說實在 我們第一次感覺到 原來坐在旁邊看 其實也還是非常新鮮的一個味道 因為以前都是國民黨 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犯著民眾黨 不過我想他們的抗爭 還是有他們基本上 出於他們有的一個道理 除了NCC 剛剛除了智函 所講的這個法的層次之外 我想他們也趁機也是要來表達 最近一連串他們的主席 被這個所謂的綠媒 這樣24小時這樣的一個炮轟 然後NCC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作為 甚至是不是這個東西 是有一些假的一個訊息當中的話 也沒有透過這個東西來釐清 所以我想也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杯葛 來凸顯這樣的一個狀況 今天是最早就是我們高清委員 他特別到我們的黨團會議當中 也懇請大家能夠來協助 他就提出來了 明明就是三毒通過的 你竟然短編25億 那你這個東西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純粹 就是透過退回程序委員會 並不是說不要省預算的 所以民進黨馬上就炮轟 我們有這些什麼 社福預算什麼的 沒有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手段 透過退回這一項的一個 到程序問題裡面 要求這個民進黨政府 勢必要正視這樣的問題 當然把這些問題 做一個妥善的一個溝通 我還是強調溝通的時候 這個預算 百分之是預算會 他在原住民 還能夠增加25億嗎 他照三毒來管 他退回要行政部門 馬上去做編制 要重編 要不就用第二預備軍 或其他的 因為你已經三毒通過了 你必須要做這樣一個處理 我還是覺得民眾黨 就NCC被革 這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重要 今天晚上我保證 沒有人討論這個東西 還有退回預算的人 總要想辦法把他再拉回來 你完全退回預算 就不理他 沒有一個政黨敢這樣做 所以我還是希望 拉回到韓國醫院上 在他們內部會議的部分 你被感動的地方 我跟你的地方不一樣 你輕易的被韓院長的愛感動 這個年頭 政客的愛 比熱戀中男女的愛還不值錢 你知道嗎 你怎麼這麼輕易的被他感動 政客的愛多麼難得 什麼男女哪天天都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也被他感動了 我被他感動哪一點 他在內部的會議講了一些 是我一天到晚在講 而國民黨的來賓在這裡 都當作有講沒有講 就不理我 因為理了就難看了 中間選民 他講基層的中間選民 不認同國民黨的做法 這個了不起 他感覺到 不過感覺到這點也沒有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願意講出來 這個了不起 但是下面我就不同意了 他講了一句話說 直的路不能走 就要走彎曲的路 所以彎曲的路也可以是吧 能夠達到目的 因為他後來又講 他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花東三法 你知道嗎 舉例 那個三法 我跟你講 這個富武昆綺跟你是好朋友 你大可勸他說 這個就不要了 你勸不退富昆綺的想法 然後你到國民黨的內部會議裡頭 來發揮這一點 我覺得院長你可以再展示一下 你的魄力 因為這種做法 沒有辦法救國民黨 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好不好 黃國璋說 藍白會坐下來談什麼 談召集人 有一句說交通委員要讓召集委員 給林國城 到底是不是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一定要警惕自己 現在很多基層的 不管是中間選民也好 藍軍的也好 他對我們這個黨 是有所不滿的 客套話 大可不必 在立法院開議前夕 立法院講韓國瑜 劈頭就要台下的國民黨立委 多加警惕 我跟傅昆奇總召講的時候 人生有時候直線走不通走 曲線也可以 像花東三法這個很明顯 完全是為了台灣為這個土地 五十年跟一百年 可是你硬工 他就是你揮霍國庫兩兆 直接點名黨團總召 傅昆奇力推花東三法的過程裡 讓綠營抓到把柄 只是講著講著 傅昆奇臉上笑容 逐漸散去低頭滑手機 或許也在擔心下週 就要登場的趙偉選舉 八個委員會裡 藍營幾乎都有明確人選 但在經濟委員會 傳出可能跟民眾黨立委張祈凱合作 或在交通委員會 合推民眾黨立委林國成 甚至有消息指出 18日下午傅昆奇找來魯明哲談話 時間傅昆奇詢問是否願意離讓 以實現藍白合作默契 最終魯明哲回應 已完成聯署跟黨內難以交代 才讓傅昆奇願向離讓的這一席 至今難成定局 立法院的黨團跟民眾黨團 是一個全面的合作 然後我們尊重我們的總召 跟書記長的整體的運作 曼凱 是 我想再回過頭來 今天開議日這一天 主要因為新的會期 也就是明年 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 是破天荒的三兆元 比今年兩兆六千萬還多了 兩兆六千億還多了四千億 那你就會想 如果說你多了這四千億 你到底用在哪裡 應該要編列的工糧收購 沒有編列 應該要編列的 原民政法補償條例 沒有編列 應該要編列的健保點值 一點等於0.95元 沒有編列 那你怎麼會還多出了四千億 所以民進黨政府 在這一次的總預算編列裡面 為什麼今天高金素媒委員 會那麼生氣 因為他認為是說 你多增加四千億 平空多增加四千億 但是你應該法令三讀通過的 你反而沒有去編列 而我們看到很多增加的是什麼 宣傳費用 人事費用 還有這個光電水費用 等等的部分 補助台電一千億 是 沒有錯 所以說這一些才是今天問題所在 而還有一些民進黨委員 是是而非 帶風向 你先讓他進來 進來之後我們再來審查 審查才能實質討論 錯了 如果孫中會講這的話 代表你連立法委員的資格 你都不如 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只能砍預算 不能增加預算 也因此今天行政部門 如果沒有編列的 你進來到審查裡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你增加 這是為什麼今天到最後是會退回 要求行政部門重新編列 重新調整 再者今天卓榮泰 高金素媒的講法是這樣子 他說他到卓榮泰 卓榮泰院長的前面 卓榮泰院長還講是說 沒關係我們授權給原民會 來自行去做預算分配調整 那這樣子就更離譜了 為什麼 因為代表說 原民會他當初在行政部門 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他沒有爭取跟要求說 他應該要編列這樣的一個費用 而如果說他今天 在內部預算調整的話 那不就原本擠壓說 他原本業務費用跟這個 原本的預算嗎 所以怎麼樣來講都不對 那另外一點 你說NCC的這個人 人事的一個部分 我也認為說 你既然已經刪讀通過 尤其是我們是7月16號 會期最後一天 所刪讀通過的條例 尤其這個條例的 立法精神是什麼 立法精神就要求是說 NCC的委員 不得連續擔任這個委員 也因此翁伯仲 他的任期已經到了 當然就不適宜再繼續擔任 沒想到我們立法通過的 都還可以持續被行政部門 這樣子來穿小鞋 並且來暗渡陳昌 而我就說在這個會期裡面 我們黨團內部一定會成立 所謂的人事審查小組 包括NCC委員 大法官以及考試委員 對內我們黨團能夠團進團出 告訴我們黨團的委員 到底哪一個委員是可以通過 哪一個委員不能通過 對外我們也可以很好的 一個論述跟說法 能夠說服全國的民眾 我們絕對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不會全盤否定 也不會全盤接受 每一個委員 我們都會試他的專業 用專業審查 嚴格把關的方式 來去做每個委員的判定 就NCC這件案子 我是這樣看 它本來是個小事 那是立法者 是立法者輕忽了 所以以後每個法案 都要從頭看到底 只看到修正那幾條法案 沒有看到最後一條 有行政院公告 但是它的立法意志很清楚 就是委員任期到的不能夠延續 就是這樣子 你行政院應該尊重立法院 這樣的一個立法的要旨 你在裡面找一個小門 找一個巧門 你沒有看到這一條 我就利用這一條 你看起來你是眼前佔了便宜 就是你破壞了立法院 跟行政院的互信 當然你可以講說 現在沒什麼互信 但是沒有互信要盡量找互信 而不是沒有互信 竟然還破壞互信 就行政院我真的不懂 你何必呢 你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他看到你這個小人行徑 這樣變成以後 在野黨這邊就 任何事情都跟你支支計較 每一個制調給你去看 因為怕你這樣搞 所以他也要這樣搞 需要搞成這樣子嗎 我真的覺得是不值得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